二男姓岳檳榔西斯 出狱又犯妾盗抢劫案 到底怎么了 男子李定家14年前 对檳榔西斯强盗性侵因此入狱 4年前好不容易假释 不料他去年8月又出事了 竟然在领口拿四锅刀 抢劫路人手机 4个月后又在淡水超商偷行动电源 后来甚至穿女装遮掩 闯入娃娃机店行妾 分别在三家夹娃娃店 偷走小蛮腰男腰喇叭 难道真是不知悔改 新北定院生理抢夺手机案时 认为他有两个小孩要养 负担沉重而误触罚网 减刑轻判8月 至于后续事件窃案 市里定院判他 其中一件拘役50日得一颗罚金 其余三件合并判一年 必须入肩服刑